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,悠久的历史留下丰富灿烂的文化。 我想每一个中国人,能够念出几句诗吧。 不过很多诗词,虽然在中国算是家喻户晓,但是人们却都不知道它的真实含义。 用错了那可就要闹笑话了。 比如说《一束梨花鸭海棠》和《春宵》、《一刻值千金》这两句,很多人虽然喜欢用,但是却不知道其中的故事。 《一束梨花鸭海棠》这句诗的作者,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氏。 而这首诗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,话说北宋时期有一个有名的诗人叫做张仙。 这个人虽然很有才华,留下了不少流传至今的作品,但是他的私生活,却饱受诟病。 当时张仙居然看上了一个年仅十八岁的小姑娘。 要知道张仙本人已经八十岁了。 无论哪一个时代,看来都是不合适的。 不过张仙却毫不在意。 还专门写了一首诗,表达自己的爱意。 张仙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啊。 最后还真的把这个小姑娘娶回家了。 苏氏对于张仙的做法嗤之以鼻。 于是就大笔一挥写了一首诗讽刺她。 十八新娘八十郎。 苍苍白发对红妆。 鸳鸯被礼成双叶。 《一束梨花鸭海棠》。 这首诗写得十分妙。 尤其是那句一束梨花鸭海棠。 可以说十分形象生动了。 梨花是白色的。 当然就是指的张仙的白发了。 而海棠是红色的。 指的是新娘红色的将衣。 至于这个鸭字描写的内容各位就自行脑补吧。 不得不说苏氏的想象力还真是丰富啊。 不管苏氏怎么样讽刺。 张仙还是把人家娶回家了。 并且还生下了四个孩子。 八年之后张仙去世。 这个年轻小妾最后也郁郁而终。 至于那句吹销一刻值千金。 常常被用在夫妻新婚的时候。 而这句诗词的作者也是苏氏。 真是老司机啊。 和上一首诗不一样。 苏氏写春霄一刻值千金的时候, 可并没有多想啊。 当时,苏氏在某一个春天的晚上游玩。 看到美丽的景色感慨万仙。 于是就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诗。 春霄一刻值千金。 花有心香月有音。 歌管楼台声细细。 修千愿落叶沉沉。 在古代课是一个时间单位。 古人把一天分为了一百课。 这样算来一刻钟, 也就差不多现在的十五分钟了。 苏氏认为春天的景色太美好了。 一刻钟的时间就能价值千金。 然而这首诗后来却在流传的过程逐渐变污了。 经常被人用在新婚夫妻的洞房花烛之夜。 苏氏也就莫名其妙地成了一个老司机。 你说一首这么美的诗。 怎么就被后人想歪了呢?